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大档 闪亮登场 老师好 欢迎 小帅哥 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云思瑞 我五岁半了 我小妹叫火 小火 大家好 我叫云许杨 今年38岁 是云思瑞的爸爸 大家好 火爸爸 台下那个应该是火妈妈对吗 思瑞妈妈 你好 你好 那个思瑞上来抱着这是个什么 礼物 你也给我带礼物了 你给介绍介绍 这都是啥 这是一个小马甲 小马甲 对 你穿上看看 是是 哇 东北虎包包 给姐姐 东北虎包包不是给我的呀 真给我的呀 哎呀 太好了 谢谢你 谢谢 哎呀 谢谢 谢谢 你大小 哎呦 太配了 你看我这个 哎呦 当然这个马甲也好 欢迎姐姐身上背这个老虎包也好 肯定都是妈妈做给我们的 对不对 是我做的 你做的 是身背带裤也是我做的 哦 你做的 哎 你不是五岁吗 宝贝 就你这个号吹牛这个劲儿 你跟我很像啊 哈哈哈 你说是这东西都是你做的 怎么证明 还行吗 我做了 这件事啊 我做的 你这个号吹牛 我还是想找到了 我所以 我 是 那我 你给叔叔 还有给阿姨 做了这么漂亮的礼物 太可爱了 你看这个 但是我发现了 好像做那包 比我这个用的时间多多了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学做衣服啊 学做包包啊 我跟妈学做衣服 还会做饭呢 你还跟妈妈学做饭了 对 是的 她小的时候 我经常背着她做饭 抱着她做饭 然后那个时候 她就经常伸手 想碰那个锅子里面的铲子呀啥的 就是怕她发生危险 然后我才教会她做的 然后让她知道什么是危险的 不是怕孩子危险 让她远离厨房 千房万房 防不住 与其防不住 那我就教会她 让她正确地认识 怎样才是安全的 她能做什么呀 鸿儿 你都会做什么呀 你介绍介绍 玩找收排骨 玩找鸡翅 还有鱼 做的都这么复杂的 我以为你就会煮个方便面呢 我以为西红炒鸡蛋呢 我做的都不原料 男子小的夫 闹闹又小小 一滴一滴欢 记得你的好 音车小小知气高 知也知气高 三次四 我以为你就别回头啊 男子安小的主 斗雷无怕流 这是鸡鸦 哦呦 这还蛮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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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看着 这很好吃 五岁你就会做饭 哇 我猜那是妈妈就平时 她比较懒一点 所以她想让你做饭 对不对 不对 不对啊 这是我玩石头剪刀布 就我就是石头剪刀布 妈初是布 初是剪的 你赢了 我剪布 哦对我知道 然后我就做饭 妈就坐着等着吃 哦 看人家这个家风 谁赢了谁做饭 哦 所以做饭是一种奖励 对吗 对 哎呦 孩子五岁 妈妈就能吃到 儿子给做饭 儿子的味道 幸福啊幸福 不是那这个吃完了 谁刷碗呢 我俩一起是吧 对 以后爸也刷碗 以后我妈也刷碗 对 我回家我也刷碗 因为我这个工作吧 比较特殊 有时候吧 一星期能回一次假 然后吧 有时候一个月 也回不上三十四 有时候战备 时间长 我媳妇自己带孩子 老人也都不敢跟前 后来我媳妇想着说 那个 与其怕她危险 动真动过 还不如直接给她教会 后来呢 孩子就会这个制作 包括做饭就会了 所以听想问啊 这个小云 你在做这个消防员 到今年为止 是第几个年头了 因为我是04年入伍 当兵当的消防兵 到今年已经有 19个年头了 快20年的 快20年了 现在 这样的一个履历了 对对对 所以消防员 就是等于哪里有危险 哪里有最紧急的情况 哪里就会有你们的身影 虽然叫消防员 但并不是只适合 这个火灾在打交道 对对对 所以很多危险的 救援的情况 救援的现场 都要有你们出境 对对对 你包括这些年 我就参加了很多 这个前岸救援 包括这个512的 汶川抗震救宰 还有这个吉林永吉县的 两次抗控强险 包括这个高空救人 下井救人 大型车辆事故救援 以及一些这个 社会救助很多次 其中让我记忆 特别深刻的 有一次这个 化学事故救援 就是09年的时候 吉林市江北 有一个储罐车 里面装载着 四绿化轨残液 它需要洗消了之后 重新拉别的化学品 然后三名工人 他就是下罐里 去这个洗消化学车去了 然后当时防护比较简易 他就中毒了 当时去了两三个消防队 很多人都整不了 因为处理这种 化学事故的时候 我们需要穿 有一种衣服 叫这个全方壁式防化服 因为得穿那个衣服 那现在也可以隔绝空气呢 对 隔绝空气 隔绝毒气 当时把那罐口特别小 只能穿清雄防化服 因为我这个抢险跟灭火 次数比较多 经验也比较足 当时就我下到罐内 救出去两个人的时候 大概在十多分钟 不到二分钟 我就感觉脚特别热 特别烫 然后这个 跟外面指护员沟通的时候 他说不行你先出来吧 我说不得 第三个救出去 我再出去吧 因为被困人家隔离 多待一分钟 他有可能危险 加剧 后来我硬给他 坚持给他救出去 记得救出去 大概一星期左右 我那个手心跟脚心 我就掉了一层皮 可能也是被烫的 其中那次救援事故 我也立了一次个二等功 十九年立过四次二等功 八次三等功 救援跟灭火已经记不清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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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旭昂 他获得的这个荣誉勋章 都是拿自己生命换回来的 对对对 所以也是真真正正 就在我们身边的平反的英雄 更是儿子眼中的大英雄 当然我们讲到这些 你看做这份工作 随时伴随着危险 而且要承受着和家人的 一个分离的状态 对 这些年回家的次数 特别少 特别少 每年能休一个月假 是陪他们最多的时间 那是你最幸福的 也是一家人最幸福的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所以说我相信 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 每一个假期都是特别难忘的 对吧 对 因为跟儿子 隔一起的时候 我也特别珍惜 你包括就是前一段时间 他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 有这个套圈了 抓气球了 有五项活动 我就陪他去了 我俩组合 总共五项就得了五个冠军 然后给他赢了一个小火箭 这儿子也是一个小战士 对 就是爸爸拿一桶水果 就碰 这火箭真能飞是吗 能飞出去 能飞二三十米远 哎呀 一听到这儿 其实既有欢乐 其实还有一些心酸 我觉得讲到这儿的时候 孩子妈妈应该有体会 所以嫁给消防员不容易 所以特想知道 那你们俩是青梅竹马吗 是小时候就认识吗 不是 我闺蜜介绍我俩认识的 她那个时候已经是消防员了 然后当时我家里边人 也有跟我说过 说家里人也不反对 但是你要考虑好 将来你经常要自己处理家里边的大事小情 她可能不会经常回家陪在你身边 那你为什么那一刻你就心甘情愿地嫁给她 愿意承受更大的生活上的重担 是因为你看中她什么呢 看中她的品质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什么样吗 对她并没有太多的那个好感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她是给我打电话 上来就说 你给我当媳妇吧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愣头愣脑的呢 吓得我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第二次呢 是过了一段时间 她有给我来电话 她说你下楼去报庭买一份江城晚报 就这样我下楼去买了一份江城晚报 我一看上面有她这个救援的这个英雄事迹 我当时瞬间我就对她产生了不一样的这个 崇拜的这个感觉 然后她说 我这个人对待感情是非常认真的 你放心 将来一定会对你好的 然后当时我就想 我从小吧 也有一个参军梦 报效祖国 为祖国做贡献 我想着那我没得让兵 那我就嫁给当兵的吧 这也是一种 另外一种贡献 对对对 也圆梦了 是的 那将来把家庭照顾好 把孩子照顾好 让她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去工作 那我也是以另一种的形式 为国家做贡献的 但是真的婚后的时候 就像你之前心里预期那样吗 那确实是很多事情 需要你一个人去面对 真是 就无论是我怀孕的时候 还是说生了孩子以后 都是我一个人来面对 家里面所有的事情 然后生孩子那天 她回来了 那天请假了 因为她也到预产期了 就是正好那段时间 我这个背心任务 指申认为特别忙 然后白天还在出警 然后半夜她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肚子疼难受 好像是要生产了 然后我就告诉她 我请假 你这边打车 赶紧奔医院走 咱俩到医院对接 自己打车呀 自己打车 也不容易 然后我俩上医院对接 到医院之后 让医生你做检查吧 她说可以顺产的 然后就在 给她推到二楼顺产式去了 她进去之后又进去了 生完都出来了 她还没出来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 因为我怕有危险 后来我推玻璃门 我就进去了 然后正好看见 大夫跟医生研究呢 说不行 这个生不出来 可能得抛肤差 我就听见了 然后我说赶紧手术吧 大夫说我们正准备手术呢 你帮忙 我就给我媳妇 这个抱起来 放到这个手术车上 然后我推着车 在二楼走廊 扮二楼电梯口跑 一直给她送到四楼 就是给她推到四楼 手术室的时候 我脑袋特别热 我都差点跟着进去 然后后来大夫给我推出来了 说这个四楼是无菌的 你绝对不能进来 然后后来我个门口吧 我就响了 我就哭了 我就行是吧 作为一个消防员 就是你有多大能耐 你身体再有劲 在爱人生孩子这个事上 你真是无能为力 你肯定帮不了 当时我就确实也流眼泪了 就是也怕她有危险 确实太难了她 最后母子平安 对对 最后母子平安 唱出了一口气 续杨平时在工作过程当中 他会遇到很多危险的时刻 危急的时刻 所以可能那一次 是特别不一样的 对对对 很着急 既会有紧张 同时也会有 对自己爱人的亏欠 平时赔的时间太少了 对 就是爸爸说过 爸爸工作 不给家 去灭火 然后我给家 是男子汉 然后我照顾妈妈 哇 爸爸去灭火 然后我照顾妈妈 听到这儿 叔叔都要掉眼泪了 太懂事了 所以说有时候孩子的这种懂事 他的这种成长 也伴随着一些心酸和无奈 对对对 所以我们常说做一名消防员难 做消防员的家属更难 但是我觉得 我们同样应该把掌声 送给我们消防员的家属 向你们致敬 同时也向小昂 也向你的同事们致敬 好 谢谢 谢谢 有这样的爸爸 我猜将来长大了 他肯定 不是想当消防员 就是想当兵 我俩在一起聊天玩的时候 他也说过 想向爸爸学习 想当兵 也想当消防员 去救人 平时他也说 所以那希望你加油好不好宝贝 好 想当一名小小的消防员 要有专业的素质 另外呢 你还有一个好身体 能够眼疾手快 动作灵敏 所以今天练习接球 就练你的眼疾手快 小芸同志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我跟你说的话 火儿 在比赛之前 有什么要对我嘱咐的吗 赶紧开始吧 赶紧开始吧 不急了 我就是想找你要份礼物 你是真不给他 他有点吃醋了 我想把这个给送给车吧 你把什么 你把你裤子送给他呀 对 你把你裤子送给他 你怎么办呢 你不觉得你下次 应该给我做顶帽子吗 对对对 就用杨帆叔叔这个面料 给他做个帽子 他身体是粉色的 我要配点 粉的 给他配个粉色的是吗 对 好嘞 秋宝开心吗 开心 送给你礼物了 一会你好好表现 好的 A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跟爸爸共同面对挑战 加油 一起进入你们的第一关 各个击破 接下来有请求保上线 火火的爸爸是消防员 火火又这么爱做菜 那么下面的题应该很简单 开始 好嘞 还挺着急的 请问 在厨房常见的物品中 哪一个遇到明火 相对最没有风险 最没有风险 面粉是可以形成粉尘 爆炸燃烧的 牛排具有油脂 也是可以燃烧的 锡脂它应该是最没有危险的 我选锡脂 保鲜膜可以 保管海洛丝 还有其他的吃 都可以保管 你想选保鲜膜 保鲜膜可以冷冻排骨 你又讲到你的专业 厨师的这个技能了 对 我就厨师 行 你选哪个 你告诉我 你听你爸的吧 保鲜膜也是可以燃烧的 它具有危险性 选三号 我也选三号 好 好 那我们看看 这三号选的对还是不对 好吗 来 请准备 三 二 一 一 哎呀 一 哎呀 手下一滑呀 你都没歇 爸爸吧 掉了 哎 下对了 锡脂是一种金属脂 它的材质是铝 融点较高 约为231.8度 好 所以是可以防明火的 来吧 很遗憾 先不能加分 我们接下来听第二题 每当森林中出现火灾时 有一种动物也会像消防员一样 特别喜欢冲上去把火采灭 请问是下链哪种动物呢 什么动物啊 不知道 森林中的话 首先得选择这个动物 必须是森林里生长的 犀牛有可能是 呃 棕熊应该不是 大猩猩应该不是 袋鼠是草原的呀 活鸟也有可能不是 我选犀牛吧 行 我也选犀牛 我听胖了 这回你可看好 那球从哪儿掉下来 你这姿势能接着吗 你胳膊往前伸的 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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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我的胳膊都断了 没那么夸张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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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厚了 哎呀你看见没有 这个准备靠你儿子了啊 太棒了 宝贝 犀牛会灭火这种现象 最早流传于印度 马来西亚和缅甸等地 据推测 可能是由于犀牛的眼神不太好 对这种晃动的红色 会比较愤怒的原因 好 正确答案就是犀牛 我们也给小云朋友加上一分 来 我们来听第三题 我们在面对火灾时 第一时间总会想到用水来进行铺灭 但是以下常见的东西中 哪一个是不能用水进行铺灭的 这属于专业知识了 就请我们消防员做一下分析 第一个面粉的话呢 可以用喷雾水去灭的 它可以用水 液化器呢 可以用水去冷却 特殊条件下也可以铺灭的 天然气管道也可以去冷却去稀释 煤球也是可以用水的 第五个油漆里面含有化学物质 应该是不可以直接用水的 应该是用泡沫来铺灭 那么我选择油漆 孙大咱就听听消防员的呗 宝贝 都准备好了 胳膊还要像刚才伸那么长啊 好嘞 这回看看孩儿他爸 有没有从儿子那儿学来技术 三 二 一 没事宝贝 加上一分给爸爸 跟我一样哦 两分 油漆中含有大量有机溶剂 比水清 与汽油火灾有着同样的原理 往着火的油漆上喷水 不但无效 反而会使火势蔓延 好 请听下一题 请听音频 请问 在这首儿歌的片段中 实际拍手的声音 是拍了多少下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一二 你拿手一二 这应该是四个吧 应该是六下 对我儿子 不你你看一看 应该是拍十二下吧 我不知道 十二下 不再听词呗 爸爸唱你负责拍 然后一边拍一边数 好吗 来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一二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三四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拍拍手 六下 有点记不行了 我接球吧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六下 好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请准备 三 二 一 哎呦 不对啊 你应该是九下 是几十分的 我们来再听一下刚才这段音乐 是这样的每次拍了三下 虽然选的六 但是答案球接到了一个 来 我们再加一分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道题 必须要接到两个球才可以晋级 你必须要接到一个 爸爸必须要接到一个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听第五题 在距今六千九百年前的 和姆度遗址里 曾经出土了最原始的纺织工具 纺轮 可见在那么久远的年代 就已经产生了最早的布 那么请问 最早的布 是什么材质的 麻布 这个题就有难度了 最早的布 首先丝绸排除 棉布排除 毛料肯定是排除的 现在就是麻布和纸绒 我选择麻布吧 你再好好想想 阴挽不对呢 再想想 再想想啊 对你爸还有点不放心 你也选择麻布 然后你让人家再想想 球跑你也想想吧 我告诉你得了 你再想想还有别的题 球跑啊 那就是这题你不会呗 我就选择麻布了 那我也选择麻布 还记住你的技巧吗 是站在什么位置 二号 对手要伸多长 这样 我这样才对吧 啊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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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 没事 有点坏了 看这个表情 我觉得这一下 把我那帽子给崩没了 真棒宝贝 你还给球宝做那个帽子吗 做 但是好像不是很开心的给他做 我很开心 虽然今天没有和爸爸进入第二关 球宝依然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来我们看看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提供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文创产品 什么呀 打开快看一下 什么呀 哎呦 哎呦 是微博 哎呦 小帽子 小兔子 喜不喜欢还挺舒服的对吧 回东北的话那就用上了 舒宝一会我到家来 我给你做一个粉色帽子 嗯 好嘞 我等着 嗯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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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